第二百四十一集 因为生灵至今的缘故 霍宇浩的精神之海被极大程度的开发了 他自身精神力暴增的同时 对于身体的掌控权比以前要密切的多 以至于无论是兵地天梦还是伊莱克斯 都不能再轻易的去掌控他的身体 但是兵地却能掌控自己封印在霍宇浩体内的力量 炽热的邪火攻入霍宇浩体内 一旦攻心霍宇浩就完蛋了 兵地怎能坐视这种情况出现 在感受到不对的同时 他立刻揭开了自己封印的一角 霍宇浩背后的兵壁地红西纹身清晰的浮现出来 冰冷的气流瞬间传遍全身 以极其霸道之势强行抵消了马小桃 浓烈的炽热凤狂火焰 换了以前 兵地也不敢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刚被凤凰邪火 烘烤过的今晚 最受到极致寒气的冲击 恐怕霍宇浩的身体直接就有崩溃的可能 但现在却不一样 融合了生灵之精后 伊莱克斯再也不止是只有一缕神势了 在兵地行动的同时 精神之海中 那颗生灵之珠顿时产放出浓虚的生命气息 与兵地揭开封印流露出的力量 混合在一起散发了出去 这样一来 霍宇浩的经脉 有着庞大生命能量的支持 根本没有破碎的可能 而且还又经过了一次冰与火的炼制 整个过程时间很短暂 但霍宇浩却经历了近乎于极致的冰火两重天 整个人击铃铃打了个寒盏 热气进退的同时 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这变成了一块水晶一般 整个人完全僵硬住了 他的身体也在这种状态下 仿佛又变得透明一般 马小桃的感觉就是另一种了 他只觉得自己的邪火 仿佛找到了削血口一般 突然加速流逝出来 这样一来 他自然大感舒服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霍宇浩抓住他臀半的双手 突然变得冷起来 两股极致的寒流瞬间从臀部涌入他体内 那种感觉太奇特了 他可不像霍宇浩有庞大的生命力来保护着精脉 但是他的修为却足够强大 自身精脉早已坚韧地不惧寒暑 但是先前的邪火 本来就不断撩拨着他的心弦 被霍宇浩抓住臀半的时候 体力瞬间就有了极其明显的反应 刚刚还活着的臀部 下一刻突然变得冰冷 在这寒热交加之下 马小桃只觉得一股难以形容的一样感觉 瞬间传遍全身 马小桃剧烈地颤抖起来 不但没有因为邪火找到了宣泄口 而放松对霍宇浩的拥抱 反而抱得他更紧了 喘息声也明显变得剧烈起来 翘臀用力地摇动着 脚要振脱霍宇浩的双手 可此时此刻 强悍如他 却发现自己根本 一丝力气都用不出来 在霍宇浩那双冰冷的手中 他的臀半微微变形 而那冰冷的感觉 与他体内炽热的冲击 更是令他整个人 陷入一种持续的静暖之中 为什么 从这里解决 我的邪火 马小桃在静暖中不禁想着 紧接着 他就一口咬在了霍宇浩的肩头上 身体的颤抖与静暖更加剧烈了 翘脸通红 那种宛如极乐巅峰一般 冰火两重天 终于令他放开了一切心放 再也控制不住自身的情绪 幸好 此时霍宇浩的神志也并不清醒 他所承受的冰火考验 是全身的 除以自我保护 他体内经脉 以及内脏都在不断的变化 原本刚合的魂力 在冰地揭开封印之后 飞锁恢复着 整个人就像是进入了一种 特殊的入定冥想状态一般 两人就保持着这种 有些怪异的拥抱姿势 站在浴室内 渐渐的神志都迷糊了 浴室中的农物渐渐淡化 渐渐化为一层冰雾向外扩散 淡淡的冰霜开始出现在周围 整个浴室内十分安静 只有霍宇浩背后的冰笔地 黄西纹身闪烁着若隐若现的光芒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马小桃缓缓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 神志渐渐复苏 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冷 前所未有的冷 身体不受控制的 鸡铃铃铃打了个寒盏 她这一动不要紧 咔嚓咔嚓的声音连续响起 在她一声滴滴的金壶中 身上一块块薄冰破碎 坠落 破碎的还不只是冰 更有着她那经过烘烤与冰冻之后 变得脆弱不堪的衣服 当那一身薄冰落地之时 马小桃已是身无寸侣 马小桃滴滴地惊呼一声 但是身体却没能再做移动 她只觉得自己体内血脉 仿佛已经完全僵化了一半 血脉流动机器缓慢 别说是邪火了 就连一点凤凰火焰的气息 都感觉不到 整个人完全陷入了一种 静止状态的事的 就像是一尊冰雕 马小桃这一动过于好也醒了 人在清醒后 自然会下意识地移动身体 同样的薄冰也随之坠落 与马小桃的情况一模一样 除了腰间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之外 一身衣服全部坠地破碎 啊 霍雨昊也是惊呼一声 而且她立刻就看到了眼前白发发的一片 叫什么叫 比老娘叫得还大声 好像你很吃灰死的 霍雨昊这才看清面前的是谁 怎么形容眼前这一幅画面呢 极致的风亭 娇俏的鲜红樱桃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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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霍雨昊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双手护住要害 紧闭双眼 但刚刚看到的这一幅画面却已是深深地烙印在她脑海深处 闭上眼睛 反而有种看得更清楚的感觉 马小桃微微有些喘息 伴随着体内血脉的流淌身上也渐渐有了暖意 毕竟她的身体强度 远非普通人所能比拟 莫运心法 体内凤凰火焰被借借唤醒 马小桃惊讶地发现 这次血火被压制的比上一次还彻底 在自己的魂力之上 似乎督了一颗漆黑如墨的珠子 盘踞在丹田核心位置 而自己的魂力却已经变得清澈明亮 那还有半分血火的气息 好强的极致之兵啊 此时马小桃才意识到 自己让霍与昊帮忙压制血火的不妥 当时霍与昊的身体状态 分明已经是透支了 喂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霍与昊现在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作为一个低龄处男 偏偏身体又是生机勃勃 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后 下意识地就有了些正常反应 他只觉得自己的手有些要护不住了 只能略微弯腰 撅着屁股 尽可能地不让自己的丑材露出来 马小桃略微松了口气 也没有在追问 浴室内就这样诡异地保持在安静的状态之下 伴随着凤凰火焰的远转 马小桃身上的僵硬渐渐消失 一种前所未有的释放与畅快感传遍全身 说不出的说服 如果不是有祸与好载 马小桃真想舒爽地身前出生 因为邪火被压制得很彻底 马小桃知道 答案肯定不只是如此 因为当身体不在僵硬后 他立刻感觉到了自己双腿之间 粘粘腻腻地十分别扭 而且最诡异的是 他那双修长有力的大腿竟然还有些发软 暗暗催了一口 马小桃的翘脸顿时有了血色 披了过于后眼 看着他那有些怪异的样子顿时明白了些什么 顿时抬起一脚踹在他胸口上 直接将他从浴室踹了出去 穿好衣服在外面等我 我不让你走 不许走 马小桃这一脚看上去踹得不轻 可实际上却都是外送的力道 霍玉浩在卫生间的地上 打了个滚就爬起来了 如火大射板飞快地冲了出去 出了卫生间 他慌不迭地将门关好 顿时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 折磨呀 折磨 除了感觉到折磨之外 他就是慌乱了 他这个年纪 心里能有什么杂念 毕竟男女有别 难免会产生好奇的心理 可是真的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后 反而多少有些恐惧 飞快地换好二十四桥明月夜的备用衣服后 在马小桃的房间不禁有种坐立不安的感觉 他真想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 可就这么跑掉 马学姐要是不放过自己怎么办 而且 更令他欲哭无泪的是 他已经记起来自己之前抱住了小桃姐屁股的事 不但看了 竟然还摸了 这叫什么事啊 和霍雨昊的紧张不同 马小桃用凤凰火焰融化了冻住的水管后 打开喷头淋雨 水流冲刷在他那吹弹可破的肌肤上 畅快地感觉 顿时令他身体的舒爽感进一步增加了 他已经十八岁了 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 都要比霍雨昊成熟得多 先前发生的事情 虽然有些尴尬 但他的感觉却和霍雨昊不同了 回想起 那一次次持续不断地在冰火两重天刺激下 攀上极乐巅峰的感觉 马小桃不禁摸了摸自己滚烫的面颊 这个小坏蛋 难道这是一抱还一抱吗 他立刻就想起了上次在海参湖霍雨昊的酒精 只不过这一次却换成了是他 无论怎么说 我都应该感谢他 再次减压了自己丹田内的邪火 马小桃不禁轻叹一声 再想想霍雨昊的慌张 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 拍拍自己的额头 这就怎么回事啊 一次还可以说是意外 这已经两次了 他还只是个孩子 可不能把他教坏了 想到这里 马小桃迅速地洗净身体 擦干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就出了浴室 霍雨昊坐在沙发上 低着头 双手扶着膝盖 腰杆却挺得笔直 完全就是一个 做错了事的孩子模样 脸上还有些发红 看着这样的他 马小桃突然觉得他很可爱 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 霍雨昊就像是触电了似的 赶忙站起身 看也不敢看马小桃 逼着头道 小桃姐 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 我错了 行了 什么都要错的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马小桃 变量让自己的声音平和一些 走到霍雨昊面前 摸摸他的头 坐吧 这种亲密的举动 令霍雨昊不禁忆待 他原本以为脾气火爆的小桃姐 会大发雷霆呢 马小桃 拉着霍雨昊坐下 然后在他对面的沙发上 也坐了下来 对不起 雨昊 之前我邪火攻心 神志不清的将你带回来 直接将邪火冲入你的身体 幸好没有对你造成什么损伤 你没有做错什么 错的是我 我被怒火冲锋的头脑 引动了自身邪火 发动攻击 却忘记了你已经脱离 不能直接帮我压制凤凰火焰的邪气 幸好你没事 否则我一定会自责终身的 马小桃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很郑重 笑脸上满是啃气之色 霍雨昊看着他 不禁有些发呆 但内心的忐忑与紧张 却不自觉的消失了许多 马小桃继续道 还好你没事 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恐骂你也说不清 我也一样 当时我完全被邪火影响了心智 至于后面发生的一切 说到这里 他俏脸不禁一红 但赶忙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继续道 那只是个意外 一切都是意外造成的 我希望不要对你产生太大的困扰 你还小 没到小女人的年纪 不要想得太多 好好修炼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霍雨昊赶忙连声答应 马小桃这番话 是他完全没想到的 在情绪放松的同时 不禁对这位小桃姐 有种刮目相看的感觉 马小桃看着她的样子 越来越觉得十分可爱 忍不住再次笑了 行了 你也别那么拘谨了 虽然我险些助成大错伤到你 但你也没吃亏 不是吗 除了家人之外 你还是第一个碰过我身体的人 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 我 霍雨昊想要辩解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连顿舌红了 马小桃笑道 行了 你年纪还小 我也没别的意思 碰过就碰过了吧 你还只是个孩子 我不会跟你计较的 你比我小上七八岁 如果你愿意 就叫我一声姐姐好了 这样 你也算是我的家人 也不算坏了我的名姐 以后 我再找你压制邪火 也就名正言顺了 当然 做我的弟弟 肯定是很幸运的 在史莱克 谁敢欺负你 我就把它烧成烤乳猪 给你出气 怎么样 谁敢欺负你 我就把它烧成烤乳猪 给你出气 姐姐 霍雨昊突然鼻子一酸 泪水顺着奔涌而出 流泪是悲伤或感动的产物 或许对于一般人来说 马小桃的话并没有什么 可对他却不一样 从小到大 霍雨昊和母亲相依为命 见惯了公爵府 是他炎凉的冷漠 除了那忍气吞声的母亲之外 他再也没有亲人了 直到遇见贝贝和小雅 走进了史莱克学院 但那冰冷的内心 才开始渐渐改变 新的含义 才渐渐变暖 连王东都不知道 在他刚刚和霍雨昊 住进宿舍的时候 霍雨昊当时的心理 是十分偏激的 只不过他将这份偏激 化为了执着的修炼 拼命地提升自己 那个时候霍雨昊 对于公爵府的恨意之强 甚至达到了 要断绝白虎公爵一脉的地步 我就是公爵的地步 给你打不动 要断绝白虎公爵的地步 似乎地位有了